摸乳 不过在他们离开医院之后 出门时想要喂奶 却经常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甚至会被人不友善地赶走 而台北市现在要改变这种情况 透过立法给妈妈们 一个好的哺乳环境 未来妈妈在公共场所哺乳 任何人不得有制止 或者影响哺乳的行为 否则最高要罚款3万元 5年前 有妈妈在台北故事馆里公开哺乳 被官方人员以有爱观瞻驱赶 让台湾哺乳协会开始推动立法 台北市野全国首创 通过公共场所哺乳哺育自治条例 任何人不得有制止 驱离或其他影响哺乳的行为 否则将除新台币5000元 到最高3万元之罚款 自治条例4月起实施 台北市政府强调 就算公共场所有哺乳事 也不能要求妈妈 只能在哺乳市哺乳 台湾哺乳协会表示 哺乳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应该受到限制 妈妈们哺乳母乳 其实是一个 就地哺乳的观念 就是说在每一个场合 都应该有一个 欢迎哺乳的感受 有法令可以保护 以后就不用躲躲藏藏 或是到厕所哺乳 哺乳妈妈都觉得很开心 但也认为 法令保护只是第一步 要改善的地方还很多 在某一个百货公司 他的哺乳是很骯髒 他的哺乳是里面 就是尿骚味 一些公共场合 他们旁边的从业人员 会很乐意给你协助 我觉得他们一些想法 还是需要再教育 台湾母乳协会也表示 台北市跨出第一步 跟欧美国家接轨 未来希望能立全国性法令 让全国的哺乳妈妈 都能够在公共场所安心哺乳 记者许跟自己